小姐 你很面熟 我是不是在哪邊見過你 搭訕嗎 學 學長 你恢復得還好嗎 你們放心 學長一定會好好跟你叫個 叫個 小榴槤 你不准叫我小榴槤喔 那是因為是你學長專屬的嗎 他好像是之前復勾善氣來我們醫院開刀 和住院的那個來發博 我沒見過你耶 你是誰啊 你不會是要來醫院推銷保健實力嗎 曾經你機會這麼多 偏偏就是不幫我 等到我冷卻後 再來關注我熱情過頭 Oh baby謝謝你收看 我新的生活 只是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交流 如果當初不能蒸氣不動 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 Oh baby謝謝你收看 沒你的生活 現在的我真的已經被長得不同 可惜不管你都留意都無法擁有現在的我 飯店 適合我 是